最常見的就是他們短暫的記憶會有缺損 另外一些他們以前熟悉或者可以做到的工作 開始遇到困難來完成 他們的理解力和語言的表達上 很多時候都會慢慢產生一些困難 在一些判斷力都會有減退的跡象 另外在思考和計算的能力上都會有缺損 會有一些情緒或者是行為上變化 甚至他們的性格都會產生一些改變 認知障礙症的病人很多時候都會出現一些尖網的症狀 例如注意力變差、情緒激動或者呆滯的情況 伴隨著妄想和幻覺的出現 如果我們發現認知障礙症的病人有這些精神症狀出現 應該及早帶他去見精神科醫生尋求診治 認知障礙症的高危因素一般都包括年齡、遺傳、慢性病和性別 藥物對認知障礙症的病者有一定的幫助 其中一個很常用的藥物就是Colinus-3-Cinnabitus 它基本上可以促進認知障礙症病者的認知功能 在早、中、晚期都有一定的幫助 另外在晚後期的情況都有一種藥物就是NMDA Receptors Antichonist 它們都會有一定舒緩的作用 另外就伴隨認知障礙症的病者 它很多時候都會有焦慮、失眠、抑鬱、妄想或者幻覺的情況出現 而這些症狀都會有相應的藥物會起到一定的療效 非藥物的方法包括了一些現實定向、認知的訓練 而多感官的訓練有時都可以刺激到認知障礙症患者的認知力 這些行為或者心理治療 其實對認知障礙症患者都有一定的幫助 及早來發現和診斷認知障礙症 其實對患者有一個很大的幫助 因為我們有很多合適的治療 可以幫助他們減緩病情的惡化 我也很鼓勵照顧者多留意他們自己個人的衛生 同樣他們都要去留意患者 改善他們一些真是個人衛生的行為 留意患者本身的情緒 避免他們反覆接觸這些疫情的資訊的時候 產生一些焦慮甚至是抑鬱的症狀 年長的患者很多時候因為吞咽的問題 往往是用口服的藥物有時都會有一定的困難 如果他們不依從醫生的吩咐去服藥 同樣地都會令到病情惡化 我們有一些新式藥物 是一些口用片 除了口服之外 他盡可以混入一些流質的食物 令到長者服用的時候更加輕鬆 讓病情得到處理 我記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